各式各样的零钱包、证件套、眼镜盒以及可爱的动物钥匙圈 这些精美的皮革小物全都是新一名朋友们手工制作 中山区公所举办皮革职人手作创业初级班 邀请拥有30多年经验的手工皮革老师 带领新一名朋友进入手工皮革工艺的世界 对啊很想学这个 因为我觉得这个蛮有质感的 然后又漂亮又经久耐用 不像一般的这真皮吗 所以至少来学一下是怎么做的 这个包包是怎么形成的 学到了这个手工做皮革的技巧 然后呢又有这么多作品可以拿回去 朋友看到哇小青这是你自己做的吗 对啊我说对啊自己做的你看多漂亮 而且多这个多有气质 质感质感多好 对啊然后在这边计较了很多朋友 香港的啊福建的啊 然后还有我们湖南老乡啊 还有四川的啊 其实蛮多人的还有缅甸的 然后大家还会经常来拿东西来一起分享 谢谢中山去工手为我们开办这堂课 嗯我觉得收获挺多的 就是心要很细 然后要保持平常心 对要很有耐心就对了 刚开始的那个细节就是你要画线的部分 要画纸然后那个呃特别是打孔的那个部分不能歪掉 对就是每一个细节都要注重 然后最后呢就是缝的时候 我个人的心得就是你不能走线走偏掉 走偏掉的话那个成品出来就不是那么完美了 那第一次做的当然我是从很简单的一个 打好洞的一个剪刀套开始教 那慢慢的越做越难 到后来还甚至让他们染色啦 背面处理固色处理 某边就是做到全部的过程 我都让他们乱过一次 那因为这个东西 你说难其实不难 只是一个细心度的问题 他们如果很仔细的话 画线跟打洞是最重要 那线画的好洞打的好 那其实没什么问题 就是一个细心慢慢的做 我们因为我们准备的东西很多 我们有压一些图案啊敲一些字啊 还有上色 我会把今年跟明年每一年稍微做一个七格 比如说零钱包 我有很多款的零钱包 今年如果是做这一款 明年做另外一个别的款式 做马蹄形的零钱包 今年是做的是另外一个突起来的零钱包 是不一样的零钱包 那像饮料套 其实也可以做不同的款式 所以我都有不同的东西可以每年每年在做更新啊 那其实事实上也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 30个小时的课程 学员们从实际操作打动磨皮收边缝线等技巧 体验基础的打磨 到学习手缝穿针 制作出实用及美观的皮革作品 由于手作皮革创业门槛较低 因此相当适合对皮革供应有兴趣 或是想培养第二专长的新一鸣开创更多就业的可能性 其实我们每一年都会开这个皮革手作班 那为什么会开这个班别 是因为新一鸣认为他们是最喜欢这个班别 所以我们每一年都会开 那我们每一年开的时候除了初级班之外 我们还开一个进阶班 为什么会从初级班到进阶班 因为他们喜欢 那初级班以后再透过进阶班 那他们会是去 有些选择去创业 那我们也有几个新一鸣 其实他已经在做这个皮革的这个手工 自己在小家经营 等于是一个工作坊 然后有一些新一鸣 其实他学了以后 他去当老师 我们王新正老师的这个助教 担任协助老师做讲师 所以这样的一个新一鸣的这个职人手工班 那我觉得对我们新一鸣的帮助 真的是蛮大的 那我也在想 因为新一鸣这么喜欢 是不是因为公务经费都是有限的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是不是来筹谋一些民间的经费 透过民主委员会来协助 让我们把新一鸣的斑别 可以开得更广更好 其实创业这个东西 就像刚刚有一个同学 缝那只乌龟 那只乌龟缝起来很漂亮 他说他要拿回去印尼卖 那我就告诉他 这个缝起来缝很简单 那我帮帮你们 我这边有材料包 可以把它做到某一个程度给他 那他带回印尼的话 他就是可以把他整个就是 就是交个十个人几个人 材料包回去就缝一缝做一做 他就可以当艺品在卖 那这也是一个方法 那事实上里面很多同学 他们有在虾皮在卖东西 就是做了的东西 他们会拿到虾皮去卖 还有同学是帮我在代工 因为我有时候会接到那个订单 是一千个机 一两千个或者五六百个的时候 要手缝怎么办 我就会赖到秦组里头 很多同学就会 有的是会义务来帮忙 有的是 其实我都会给他们工资 一些些一点点工资 一个晚上 比如说赚个八百六百 这样子 结业师会场 学员们开心地呈现 他们丰富的作品 展现细腻且精美的皮革工艺技法 真正现现都承载着 学员们的热情与用心 而中山区公所 透过开办课程 以学中座做中学模式 帮助新一名踏入职场 开创就业机会 提升自己的含金量 也为新一名提供一个 兼具实用性及市场性的学习环境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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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